十億巨片案 四女掛西人 我虧了十五萬多 虧了將近總共有七十萬 就是其中我們自己有二十多萬 然後朋友都有四十多萬 我虧了一十六萬多 我虧了兩萬多 但是她四個已經被人騙了過百萬了 我就是說我第一就是相信朋友 第二我覺得巴里克房間 我覺得房間他肯定是賺錢的 我就真的看好這個巴里克 哎 詐騙集團就看中這點了 冒充全球最大的黃金開發公司 巴里克 假網站不止用正牌公司的logo 還有他們的威水市 有虎主上個月來香港參觀 信到十足 據說兩個外籍男人在香港開公司之後 三月派人去湖南長沙招攬投資者 譚小姐聽同鄉介紹說可以賺大錢 就先投資七萬元人仔 對方還給他優惠 每個月派三次息 一查公司網頁果然有紀錄 誰知原來銀行沒有過數 佳士雲叫他等多幾天 後來譚小姐再投資四次 前後加起來給了十五萬 但到現在少許利息都拿不到 他和幾個同鄉終於忍不住 找到來香港 奸爺人去樓空了 我本來之前是拿去買房子的 我老公他說我 他說我是最笨的 你問我老公的爸爸媽媽還不知道 大部分都是跟朋友接的 自己只有一點點 那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我這個錢公司 這個空股公司 這個騙子公司 已經把錢都拐走了 現在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我這麼大的資金 我回去不能交到 所以我要過來 一定要把這個錢都拐回去 要不回去的話 我天啊 還要去找他 把這個人找出來 網站還有一條短片 是上個月賈巴里克 在澳門威尼斯人搞慶功 當然要慶祝了 估計已經有一萬人受騙 騙了十億人仔